12月23日,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举办首批由国家推送的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任职发布仪式。 向五位即将在联合国系统担任初级专业人员的香港青年表示热烈祝贺。 这是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首次以中国人员的身份在国家的推荐下到联合国任职。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致辞中感谢中央政府对香港青年的悉心关怀。 他指出,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特区青年通过国家搭建的桥梁首次走进联合国这个主有主权国家才能参与的, 最具规模和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工作具有特殊意义,对香港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突破。 外交部驻港大派员公署特派员谢峰表示, 五位香港青年赴联合国机构任职是他们个人职业生涯的一小步, 却是香港青年参与国家外交和全球治理的一大步, 体现了中央对香港青年的重视和厚爱。 同时,该项目也是一国两制制度红利的生动体现。 一国之下,香港同胞和祖国人民共享尊严与荣光。 国家越发展越强大,国际地位越提升, 香港青年,包括香港青年在内的中国人, 在国际组织当中任职的机会就越多。 所以我们首批香港青年就是得以受惠的一份子。 与此同时,两制之力又给香港青年发挥国际化、 专业化优势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谢峰希望青年一代立足香港, 胸怀国家,面向世界, 把爱香港和爱国家结合起来, 把个人理想和民族复兴联系起来, 在推进一国两制伟大事业中校准人生航向。 据悉,白俊燕、李伟南、陈丽萍、袁彪洪、 何宇恒五位香港青年, 将于2020年1月起陆续赴联合国纽约总部、 日内瓦班事处、维也纳班事处 以及世界气象组织任职。 白俊燕作为代表发言时表示, 衷心感谢国家给予这次宝贵的机会, 他们将在各自岗位上全力以赴, 为国家深入参与全球治理, 提升国际地位,处一份力。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